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伊朗和韓國的形勢真的相當嚴峻 到底這兩個國家分別是面對著什麼的困境 首先就說在伊朗 在伊朗的確診個案當中 死亡率是全球最高 是達到13.6%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第一是他們的防控工作做得比較慢和落後 沙特阿拉伯已經宣布了 即時停止向外國人簽法 前往聖城麥加和麥地拿的朝拜簽證 同時也禁止來自個別國家的人士入境 這當然是做得非常好 防患於未然 在出現一個大爆發前 馬上作出防禦措施 但是伊朗又如何? 在他們的境內就有一個十業派穆斯林的聖城叫做父母 而這個聖城至今仍然不肯封鎖 而在這個聖城當中有一個重要聖地叫做法帝馬聖靈 這個聖靈的負責人就說 為何不會封閉呢? 因為這個聖靈是治療之所 所有前往到訪的人 就可以尋求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治療 其實類似的說法最近在韓國也出現過 而且還出自正統教會的牧師口中 這個就是韓國基督教總聯合會的代表會長全光芬牧師 由他主導的泛國民鬥爭本部不顧首爾市禁令 在今個月的22日和23日 繼續號召民眾前往光化門舉行集會 這個集會的目的是很簡單 就是要求文在人下台 在這個集會當中 全光芬牧師就這樣說 他就說主會讓大家治好這個病 所以大家出席這個集會是不會受到感染的 當然他就是要給到信徒有信心 使他們繼續參加這些政治性的集會 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得到 伊朗這個聖地的負責人 和韓國的這位全光芬牧師 其實他們都說出一種信息 就是宗教會帶來一種力量 我絕對不會否定宗教是能夠帶來力量的 宗教甚至可以福音戒讀 福音戒賭等等 這些可以憑著自己個人的意志力 憑著宗教的力量來對抗 但目前這些東西行不行 科學歸科學 既然減少人際之間的接觸 是可以降低風險的話 為何不去從源頭著手呢 反而用呼籲信眾前往人山人海的地方 這些全部都是高風險的行為 絕對不應該鼓勵 這也是牽涉到雞仙或蛋仙的問題 既然可以從源頭著手避免風險的話 為何還要將自己置身於高風險的地方 然後你就跟他說 宗教的力量可以幫助到你 其實自己也有力量 每一個人發揮少少的力量 集役成球 聚沙成塔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力量 就是全體市民盡量生病 如果不是要上班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我又覺得這些宗教人物 應該要講出一些對於社會負責任的說話才是 不應該製造一些場合出來 使得社會或醫療系統造成更大的負擔 第二個伊朗面對的困境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原來在今個月的21日 就是在舉行國會大選的 在國會大選以前 他們的防控工作就做得非常慢了 因為當地官方宣傳機器的焦點 就集中在這個大選上 就是呼籲國民一定要出來投票 所以在初期的時候 那個防控工作就沒有抓緊 那時候當然就出事了 但是當地的反對派也提出了一種說法 就是質疑到底當局在大選以前 有沒有隱瞞到這個情況呢 第三個困境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銀行是遭到美國的制裁 故此就算他們是有錢也好 有些東西他們是買不到的 伊朗本身的藥物自給率是95% 但是當地藥廠生產這些藥物的原材料 都是依賴從外國輸入進口的 在這種情況下突然之間出現這些情況 他們當然要購買大量的原材料 但是當地的銀行比較麻煩 因為沒有辦法進行匯款 所以他們有錢也買不到 那不單只是這些製造藥物的原材料 而且那些防護設備也買不及 因為根本上他們的銀行實在太不方便了 大家都知道中國有一間銀行叫昆倫銀行 專門要與伊朗做生意 結果這間銀行也被美國制裁了 因此伊朗面對著購買物之難這個困境 在上述這三大因素的影響下 就造成了今天這個嚴峻局面 至於韓國又怎樣呢 韓國主要出事的地方就是大優 那麼大優面對著什麼的困境呢 首先就是病床不足的問題 真是說你都不相信 作為大韓民國第四大城市 人口接近250萬 他們的病床數目只有1013張 但是累計的確診已經去到1132例 至於突出的那些又怎樣呢 根據韓國中央對策本部就說 超過一半的確診者是與新天地會有關的 而在大優市裏頭 有超過一半的確診者 一邊在家居裏頭優養 一邊按住嚴重的程度分配床位 即是說根本就應付不來 這個就非常嚴重的 因為一旦這個醫療系統負載不來的時候 逐漸整個城市就會走向崩潰 因為很多危重症 其實他很依靠呼吸機來幫助呼吸 但是你說放在家裡是優養的 當然是沒有作用的 而且他說要按照嚴重的程度來分配 其實也分配不來的 因為那個數字不停增加 這樣的時候 那個危重症的比例也會相應增加 但是床位只有1013張 但是人口就有接近250萬 所以那個比例就真的低得非常之厲害 為什麼香港一定要把守著 不可以在社區出現到一些爆發的情況呢 就是因為你香港其實都不是厲害得很多 連無大使計算 都只有1400張的負壓病床 一旦那個的確診人數 是多得很厲害的時候 香港一樣會有機會 醫療系統會崩潰的 就算你夠人手夠物資都沒有用 你是不夠床位的 如果突然之間出現大量的個案的時候 根本上的系統是應付不來的 好了 這個大優勢面對第二個困境就是什麼呢 就是醫療人員和救護車都不足 這個當然就可以理解的 因為根本上連醫院和床位都只有這麼多 本來他的設定就是 沒有需要開這麼多 他都可以運作得來的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 會出現這些突發情況 所以就應付不來了 目前需要有一些危重症 轉移到首爾那裡救治 但是這樣的話 就是全國救一成 如果其他地方都出現類似情況的時候 這樣就是一法不可收拾 這就是大優勢面對的困境 至於香港又怎樣呢 在這段高風險的時間 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要堅忍住才行 不要抵受不住忍誘 見悶得來就約了一群朋友 一起出來聚會 飯局 吃東西 這些就是要不得的行為 真的要不得的 有版你看的 有些人搞婚宴結 就出事了 這些就是不聽勸告 告訴你 是有機會出事的 都不聽 有什麼辦法呢 這些事情是沒有分有錢沒有錢 或者沒有分高學歷低學歷 因為每一個人的機會都是均等的 那怎樣可以降低機會呢 就是要避免出席這些高風險的活動 就不要學那些不良分子 在這段時間裡還要堅持搞宴會 這些是對社會不負責任 對自己不負責任 對家人不負責任 對子女不負責任的行為 一定要三番四次強調才行 而且準備踏入三月的時間 又會接近另一個華人的重要節日 就是清明節 我有責任在這裡提醒大家 今年就算你提前去拜山也好 麻煩你們各自來拜 就不要一個大家族 幾十人聚在一起去拜山 這些就是高風險的行為 其實這些集體的祭祀 都是聚會 就會構成了人和人之間的接觸 可能那些家庭成員之間 會攬頭攬頸 或者是脫下口罩說話 或者是拜山後 就會去吃飯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高風險的行為 要避免他們的唯一辦法 就是各自三四個人去拜 就算了 或者甚至今年就不要搞字了 延期了 我想你的祖先都不會怪責你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千萬不要貪得意 幾十人聚在一起 否則到時上報紙就不要怨了 不要怨天怨地 這些真是自己拿來的 老實說 講到明給你聽 有些事情不要去做了 不要了 苦口婆心 勸九十幾次 都不聽 繼續搞婚宴 還有人是 這些是什麼人來的 酒樓都不開了 真是好心 這些人剛剛才 製造了一些負擔給社會 有什麼為呢 對自己也不好 對社會也不好 對家人也不好 一定要避免這些事情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